国际集设计大师昨天齐聚台北 为的就是即将在下个月公布地界得主的唐奖 由隐隐梁博士创立的唐奖 一切都采取顶级规格 奖章和证书也不例外 唐奖即将在6月18号揭晓 为了彰显荣耀 唐奖基金会提供50万美元的高额奖金 举办国际设计竞赛临选奖章 证书的奖金也高达百万台币 并且保留给台湾设计师发挥 包括德国红点大奖总裁Peter Zeck 在内的评审更都是一时之选 经过激烈竞争22号隆重颁奖 日本大师身责职人 透过螺旋曲线的意象 呈现出历史成长和生命的无限感 证书的金奖得主黄维翰用丝绸搭配刺绣 还用台湾竹子做成封套 我觉得用主旨代表东方的精神是非常完美 而且这是台湾的东西 接下来就要期待下个月将会有哪些举足轻重的大师级人物 荣获第一届唐奖的殊荣 并在9月的颁奖典礼带回堪称设计精品的证书和奖章 记者郑怀超丁明杰报道